天台教官刚中 诸位法师慈悲 陈会长慈悲 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长 我们这一堂课是针对前面所说的五十的叛教 跟话语试教这两个之间的相互关系 来做一个总结跟研讨 那么天台的教官他开展出来的体系 是一个广大的五十八教的体系 那就着我们一个学习的角度来说 我们应该把五十八教把它分成三大部分 一个是五十的叛教 一个是话语试教 一个是发法试教 分成这三部分 那么五十叛教呢 他这一部分是偏重在教法这一块 就是佛陀出世以后 佛陀的说法是什么方式来说法 他的施设教法的一个始终 这个是五十的一个叛教 那么话法试教呢 就偏重在观了 就是说 佛陀你讲到那么多的精英 你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当然佛陀的根本在于智慧 因为佛陀认为所有的过失 就是你一吃嘛 你自己起颠倒了嘛 你做了错误的判断嘛 你对人生产生产生错误的解读嘛 所以你才会起烦恼嘛 所以问题点在于你的这种智慧不足 所以整个佛陀出世呢 就是告诉你 你怎么去了解人生嘛 那么这样子呢 因为根据的不同 佛陀分成四个阶段来解读人生 葬通别人试教 有表层的认识 有深层的认识 有圆满的认识 所以这个葬通别人试教 其实就是一种观照 透过一种直观的力量 慢慢的去改造你过去的颠倒想 所以这个话法试教 是偏重在观法 那么话语试教呢 顿见秘密不定 是通于教法 也通于观法 他是讲到佛陀表达的这种善巧 比方说 话语试教 如果跟五十叛教结合 你看 他的顿见 就说明了五十叛教的一个次第 佛陀出世呢 是三阶段说法 先讲大法 作为一个大副长者 佛陀对所有众生呢 选出他的无量的珍宝 愿大教说华言 陈叉海献宝连 佛陀是直接开选他的无量的功德庄严 来射受这些大乘根基已经成熟的菩萨 这个顿教法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 佛陀开始把他的珍宝收起来 现出一个乞丐的样子 陪着我们众生 流转 现出的 这种所谓的 藏六比丘的硬化身 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从日常生活当中 那么告诉我们怎么去了解你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佛陀施设的全教法 阿罕方等波雷 等到实际成熟了 佛陀就开前显示 会山归异 把佛陀的真实意讲出来 所以这个顿剑跟五十合起来 那就是别五十的概念 当然秘密不定 如果跟五十结合在一起呢 那就是通五十了 佛陀在顿教的时候 有剑教的方便们在里面 佛陀在剑教的时候 他也偶尔会参杂一些顿教的思想 顿中有剑 剑中有顿 就是一种相互的互含互射 所以从这个五十跟化一世教结合 就开展出别五十跟通五十的 整个佛陀一代世教 所以我们对从别五十跟通五十 这个角度 两个角度看进去 我们就知道佛陀当初是整个说法方式 那么这块我们今天所要研讨的就是这块 就是佛陀是怎么试色方便的 最后方便结束以后 又是如何来做一个收尾 开始讲出他内心的本意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我们在网络班来收了六大主题 来跟大家做研讨 也是一样过去的规矩 学人先做一个简单的论述 那么每一个主题论述以后 诸位可以有问题的可以针对这个主题再提出来讨论 我们先看第一个主题 就是这个主题有关于法脉传承 弟子请义师父在天台法脉传承当中 史以荣树菩萨道的慧文禅师 依中观论而开的空甲中三观 但真正荣敬法华思想的 则始于慧师禅师 弟子想问三个问题 第一 天台中荣敬法华思想 是天台中客观的必须 还是主师的个人偏好 我想做一个佛陀 佛陀的说法 那是佛与一一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因为佛陀的功德是很全面的 当佛陀灭渡以后 那主师们就必须要承担这个弘法的家业 但是咱们有个问题 主师不能代表佛陀 因为主师是一个因地的菩萨 佛陀是一个果地的佛陀 那么作为因地 他就有一些个人的偏好 因为他还在因地 所以天台中 从对因地的偏好 从他的切入点 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从一心三观切入的 他的学活态度 那么一心三观 在整个佛法的层次 是很高的层次 那要等于是直接弃入佛的之见 也就是说 如果从佛法的破旺显珍的次第 他已经是远离破旺 就直接显珍 所以 从主师的个人偏好 一心三观 那么这种言顿子观 其实他能够选择的经典 跟他相应的只有两部 一个华印金 一个华华金 从他个人的喜好来说 他一心三观 能够跟一心三观相应的 只有华华跟华眼 当然包括涅槃 但是从一个 他受用的色授根基 为什么天台中选择了华华金呢 因为华华金的一佛秤思想 是因地的 他偏重在内观的 一种思想的准备而已 华眼金的一佛秤的一心三观 他偏重在外修 他是在六波罗蜜里面历练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所以华眼金的一心三观 是比较难做到 所以做着天台的祖师来说 他就着未来的红传 能够加倍更多的根基 他写着华华金 是有道理的 因为华华金的一佛秤 是因地的一佛秤 就是说 我这种思想 可以跟任何的法门结合 它可以跟 净土法门结合 也可以跟密教结合 也可以跟慈戒结合 也可以跟布什结合 那么他所有的结合 都会让每一个法门 更加殊胜 更加圆满 因为他因地 他有互相的包容性 所以他整个天台中 他从一心三观结合 华华金 有祖师个人的偏好 也有他客观的考虑 因为他考虑到 华华的基比较广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么天台中 为荣敬法华思想之前 慧斯禅师以前的天台法卖 是否有所欠缺 天台中的两位祖师 慧文禅师 慧斯禅师 其实我们可以看 整个前面的介绍 他的整个观法是很强 但教法是有所不足的 就是他们骗中自修的 那么天台中的教法 一直到智者大师 那么这一代 在第三代以后 才整个开出的五十八教 那么如果说天台中 假设没有智者大师 那么天台中的教法 的确有所不足 因为他的 就是说一心三观 他的境界太高了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通过五十八教 来学习了解 能够上去的人太少 比方说禅宗 禅宗的观法也是很深的 他也是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他不跟你讲 怎么调伏烦恼 他认为这些都是 游是皆下汉 那是凡夫做的事情 他直接切入佛的知见 佛的思考模式 但这个有个问题 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教法 体会的人就很少 你看你问禅宗 什么是祖师希达义 什么是佛陀真实义 喝茶去 吃饼去 你说喝茶去 你能够体验到佛陀的真实义 你茶喝完了 你就能够了解吗 少数 所以禅宗 他到时候传承的时候 他有两个问题出来 我一大师说的 错认消息 就是这个以心应心 他直接用他觉悟的心 来印证你这个颠倒的心 他没有透过教法的一个过程 直接以心应心 那么如果祖师在 可能好一点 但是人在法在 人气法王 祖师一不在的时候 弟子们只写祖师的表面 就很难了解祖师真实义 你只是写祖师的 牲口恶业的动作 什么是祖师系来意 他有一个禅宗祖师 他似乎就一辈子就不讲话 就写一个 死这样子 一 那这个一是什么意思 很多种解释方法 是吧 那么到弟子的时候 太子一 但是他不懂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所以禅宗的传承到最后 就 错认祖师的意思 比方说我们今天 在石城楼有一个魔力宝珠 那么你要拿魔力宝珠 你必须要用神通力飞上去 但是有神通的人必须少数 如果有一个人 在中间盖了十个楼梯 十层楼梯 那每一个人都能够慢慢的 step by step走上去 那么这样子这个魔力宝珠 就可以大家分享了 就是说 一心三观 这个道可道非常道 本来就是每一个人实修印证的东西 这没办法言说的 但是伟大的智者大事 他就能够让我们一个颠倒妄想的凡夫 透过五十八教的学习 慢慢慢慢的从第一阶 慢慢的去向一心三观 这个就是教法的可贵 就是即便祖师不在 但是你只要按照这个系统学习 这个教法就有个引导力 能够把你一个颠倒妄想的心 慢慢带入主事的真实义 这个教法就有这个好处 能够依教乞观 所以假设没有第三组制的大事的出事 那么天台中的一心三观 只有少数人可以受用 少数人 所以这个地方的确在教法上有所劝却 这是第二个 我们看他的第三个小问题 天台中最初的观法是一心三观 跟华华经的思想结合以后成为一佛秤 请问师父 一心三观跟一佛秤有何关系 一佛秤它的范围比较广 一心三观是一佛秤的核心思想 就是说一佛秤的核心思想是一心三观 但是一佛秤它是用一心三观 来统设所有的方便门 比方说阿含经方等波雷 它很多破旺法门 怎么调伏烦恼 那么这些法门都是属于一佛秤 一佛秤的范围比较广 它是一心三观为主軸 但是融入了四念处 这个引起信空 这种调伏门 所以一佛秤等于是 整合了整个方便门 但是一心三观是它的核心 它是用一心三观 来整合整个方便门 构成一佛秤 如果说对峙法门是诸子的话 一心三观就是中间的线 它把它成功地串起来 假设你没有学一心三观 你的修行是片段的 你拜佛的时候是拜佛的思想 你练佛的时候是练佛的思想 你持戒的时候是一种持戒的概念 你的修行是多元化的 但是你找不到这个 你早上的拜佛跟往上的练佛 跟中午的持戒 它们有什么关系 你就没有 你这个修行是一个多头马车的 当然你学过一心三观以后 有什么好处呢 你能够从白天到往上的修行 把它整合起来 它是一条线的 无道一以贯止 就构成一佛秤 所以你不修一心三观 你的修行就是片段的 片段的就是你的心力 分散了 分散了 我们修行的时间本来就不多 我们把心力放在学会活时间本来就不多 而你又不集中心力 你这个时候 东边放一点心力 南边放一点心力 你的修行就很难成就了 所以它一佛秤的好处 这个一它不是一个树木 它是一个概念 就是它能够成功的把你的修行整合起来 它是一条线的 这个就是一佛秤的好处 好 那么有关传承 就是天台中的理念 从一心三观 那这个中观的思想 一心三观 慢慢结合法华经理以后 提升到一佛秤 然后开立的五十八教 这就是我们的传承 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有关法卖传承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历代的祖师在安立宗派 他都是先有观法 再有教法的 为什么呢 因为修行他一定是 一支三上路 虚问过来的人 他肯定自己走过了 他才资格安排教法 不像学者 他就是从语言文字上去 比对 找出什么结论出来 但是他自己不见得走过 祖师 所有的宗派要按立教法 一定先有官在前面 官走在前面 他自己走过了 慧文禅师 慧师禅师 已经成就严教的 分正位 乃至于相似的六根亲近位 然后再设立教法 但是我们凡夫在学习 刚好相反 我们是先学习教法 再学习官法 祖师设教是先官后教 凡夫学习是先教后官 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好 第一个主题 没有问题 把卖传承 我们看第二个主题 师父在讲授业感延起的时候 举出一个公案 说目见人尊者 他的母亲堕入恶鬼道 尊者给他饮食 当下变成火焰 这里强调的业力是个人的招感 别人是无法取代的 是的 那之后尊者供养十方身重 从而使母亲脱离恶鬼道 那么为什么尊者所修的功德 可以改变母亲的业报呢 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看讲义好了 看看讲义可能会引发大家的回忆 我们看看 这个地方的讲义 是来自于修学宗旨 我们看讲义第六面 讲到三种延起 夜感延起 赖也延起跟真如延起 那么佛教讲延起 最基本的就从夜感 万般皆是夜半点不由人 我们生命的差别是由夜历决定的 那么尊者 我们看尊者这个公案 他在帮他母亲消业上 他采取了两个方法 第一个用神通力 他用神通力 把饮食拿到以后 到他母亲的地方 他加持他母亲 希望由他的神通力 让这个饮食能够让他母亲吃下去 但是失败了 因为夜历不同意 夜历把他的饮食变成火焰 那么尊者后来去请示佛陀 佛陀改教他用回向力 说你不能用神通 所以他后来供养大众生 这就是功德 他把功德通过他的制成的回向 就是我把我的福德力回向给他 他这里面的水是脏的 但是你把清净的水放进去 就稀释了他的罪业 他的回向有一种东西 灭罪生善的功能 那么后来他母亲就吃到饮食了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我教的阴言官 你不能从结果上改变 他主要是要强调这个 他的贫穷 他的痛苦 是有他的业力 你不从阴地的业力去改变 你直接用神通力去改变他的贫穷 这是不对 就像摄大成论 摄大成论讲到菩萨的功德以后 有人就提问了 他说菩萨有无量的功德 他这手伸出来 他过去的六波罗蜜 可以以无量珍宝 这珍宝就像下雨一样 以出来 那么世间上贫穷人这么多 观世音菩萨你可以行行好 你用这个手到非洲的地方 这么一放 下很多的珍宝下去 饮食下去 可以救把很多非洲的人 你为什么不做呢 不可以 他说 友情界周遍 记账而缺音 二种决定转 诸佛不自在 就是说 众生他缺乏那个阴地的时候 诸佛没报 就是说 如果你有福报力 你本身有福报力 你只是圆缺不生 那么佛菩萨用神通力 来激发你的善业 让你的善业早一点出来 就是 你的善业的schedule 本来是下辈子要得果报的 那么佛菩萨用神通力 让你病好了 那是因为你的阴地记住 那如果你没有这种阴地 佛菩萨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他不能创造一个阴地 所以记账而缺音 二种决定转 诸佛不自在 不要说尊者目见年 就是佛陀都不能用神通力 让一个恶鬼道的众生 直接变成天上去 不可能 除非佛陀为他说法 改变他的思想 让他忏悔 生命不能从结果上改变 这个是主要的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的主宰 月改延期的主宰是业力 比方说一个水果 这个苹果长出来不甜 你要改变它的种子 它的过程 做法应用的时候 这个过程很重要 可能这个种子的品种有问题 可能你栽培的过程方法有问题 也改变它的过程 所以佛教是不能用生命 不能用结果来改变的 不可以 神通在业力的面前 是不得自在的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业感严禁 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请说 师傅慈悲 弟子还是不太明白 为什么这个回向 可以令到这个结果 可以改变呢 它的方法是怎么样 可以 请师傅解释一下 是的 这是很深的道理 其实 业感严禁 是不能解释回向的道理 包括赖业严禁 都没办法解释回向 就是说 我阿赖业式的业种子 是我的前期式去熏息 它才会有 那怎么你的业力 能够 你阿赖业式的善业 能够跑到我的阿赖业式 从赖业严禁 也不可以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中进路上说 诸佛的神通加持力 繁复的回向力 维世学是不能解释的 那阿涵经更不能解释 只有真如原起可以解释 真如原起 就叫不失意欣喜 因为 因为真如原起 它的特点就是 每一个众生 有它的差别的业元 但是它每一个共同点 就是一念的 清静离向的心性 就是说 我的善业 回向给你 你可以得到七分之一 对不对 那表示什么 那表示众生跟众生之间 一定有一个相通点 才可以把我的业 回向给你 那么整个业起当中 业感业起 业感业起的问题在哪里 业感业起就是说 他这个业造了以后 到底去了哪 他不解释 就是 他没有用心事 来设施这个业力 所以业力变成怎么样 不可改变 就是你的心态 不管怎么变 所以业感业起 他这个思想的不足 就是说 你造了业 所以在阿涵经里面 造了重罪 不可忏悔 他是不可忏悔的 在业感业起 在业感业起 是不能忏悔的 因为你业造了以后 他只有业决定 你这个业就存在法界了 你怎么忏悔 你不可能回到过去 但是那业原起就比较好 你业造完以后 是跑到第八识去了 好 第八识 他受前六识的欣喜 你第六识有所造作 第六识第八识 他能够不失意心 不失意变 对不对 你造了以后 第六识马上忏悔 这个时候折损第八识的业力 对不对 所以从大乘的角度 所有的罪都可以忏悔 造无力时刻都可以忏悔 因为他业力是第八识射受的 而第八识正受到前六识的欣喜 对不对 那回向连维事都不能解释 只能用真如言起 因为众生 死法界众生 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真如是共同的 在真如当中 是无言而鼻舌胜利 它是没有业力 没有妄想 没有生脑病死的 虽然我们现在活在妄想 但是心性没有失掉 所以它可以回向 叫做真如内心 就是透过真如的欣喜 比如说我们讲 不要讲说回向 你看我们实际的例子 你看有些人他离家很远 对不对 然后过年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 摇恋你家乡的母亲 他会感受得到 那么你依恋母亲 他为什么感觉到 儿子在依恋他 他有一种某种特殊的感动 那么这样子 你从业感言起 当然没办法解释 从为师的角度 也没办法解释 我意念我的母亲 我的心在我第八识里面活动 那么我的第八识 跟我母亲第八识 是独立的个体 对不对 那也是好用真如来解释 感应道教 神东加持 功德回向 都只能够用真如的言起 因为他们之间 有共同的平台 可以互通 是这样子的 但是神通不能改变生命的结果 这个是所有言起都解释不通的 连业感言起都解释不通 如果说你有业障 某一个上司帮你加持 你真的好了 其实是你自己有那个善根理 作为一个上司 他只是把你的善业先提前调动出来而已 所以你看台湾以前有一个 在加尼重去世 他得到癌症 他到印度去找一个上司帮他加持 这上司说 他入定观察说 我可以让你的癌症好 但是你哪一生 还要得一次癌症 因为他不能把业消掉 他把你的业怎么样 那个 schedule 把它往后延 看你要不要 所以他还讲真话 后来这个台湾你就是他选择 还是算了 精神瘦了就算了 他就不会来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到你的内心世界 去改变你的业力 不可能 他只是做一个调整 他用神通力把你善业先调动出来而已 不能改变 除非你自己要改变 你自己从内心改变可以 就像佛陀 就像欧威大师说的 当一个人做梦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进入梦境 去改变你的梦境 除非你自己行过来 就是佛陀只有说法 佛陀只有说法来取化你的觉 就是你自己想要改变 你才可能改变 那么关于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就是你基本的政见 就是说 诸位 任何的改变 只有研制于你自己的心态 不可能外来 这基本佛法的基本 佛教的议员观 绝对是不能心外求法 就像外在的议员让你改变 那也是刚好你有这个业力 你的善根也成熟 别人只是一个 素颜激发这个你内在的善根而已 那是臭酒 请说 师父慈悲 那弟子强知道 珍族是 每个人的珍族都是一样的嘛 珍族是只有一个嘛 那珍族 用珍族来解释这个回向 那我认识这个人回向给他 就会比较有感应 那如果我不认识这个人回向 对对对 你跟他阴言深 他也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他受虚嘛 什么叫受虚呢 珍族他不是独立的 珍族源起就是说 珍族的体性是平等的 但是他受你前六世的欣喜 所以一旦讲受虚 就有阴言的浅身差别 你不要说跟凡夫 跟凡夫 你看你跟佛陀之间 也是珍族源起 对不对 但是你想 你对佛陀的意念的深 佛陀对你的加持力 也比较深 这是事实 是吧 所以你看 欧威大师在弥多药节上说 佛陀生生受化 其见潜意来生 总在于缘 你跟佛陀没有缘 佛陀没办法救把你 你为什么要念佛 就创造一种阴言而已 那弟子的理解 就是珍族是一个 我们跟佛陀的珍族 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不能说一个 因为他变满法界 他就是除了珍族以外 都没有东西的 你不能说他一个 你说一个好像一个以外 另外还有什么东西一样 他是周变法界 他是一个儒的境界 是吧 他也不是一个 也不是两个 他是一个儒的境界 那分别就是在这个一面 就是前六四的分别 因为珍儒 他会受前六四的欣喜 而不是一心 不是一变 他会现出作用出来 谢谢 他虽然清静本然 但是你去欣喜他的时候 他会产生差别的因缘果爆出来 好 请说 师父慈悲 师父我们在学习 那个一开始学习 夜感缘起的道理的时候 我们是认为 业力跟因果是 把它做很坚固的想法去想 是的 做坚固想 然后很谨慎的看待这个 然后 可是我们在谈到 真如缘起的时候 师父常常提到说 要站在本来没有业力的角度去忏悔业障 这两者 思想之间其实有蛮大的落差 因为我们一开始深信因果 但是现在听到这个真如的教法 却要把它关成是不真实的 那这两者之间 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怎么样 从夜感缘起 然后慢慢转化到真如缘起 这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个 次第的学习或关修的方式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夜感缘起跟真如缘起 这个两个思想怎么样把它融合 在日常生活中用的时候 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加强夜感缘起的思想 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加强真如缘起的思想 谢谢师父 好 这问题其实问得蛮不错的 就是说 夜感缘起跟真如缘起 一个是一个现实化的思考 万般皆是夜半点不由人 那么真如缘起 他就不讲业力了 讲因官法界去一切为行长 只论觉悟不论业力 那么在操作上 就是这个就讲到一种 言论止观跟次第止观的之间交互作用 就是站在对峙烦恼 从灭恶的角度 你要强调夜感缘起 就是在远离过失这一块 你要用夜感缘起的思考 就是你 因为 诸位 所有的法 的失色 就是在对峙你的毛病 我们这样讲好了 当我们因地的时候叫修法 对不对 但是你成佛的时候 所有的法会自己消失掉 就是说 当你这个法把这个毛病治掉以后 佛法会自己消失掉 所以成佛的时候是 无有少法可得 严满谱体 归无所得 就好像说 你要过这个彼岸的时候 你要坐船 但到彼岸的时候 你不可能再背着船 那么这样讲 所有的法都是对峙毛病 你面对你烦恼习气的时候 你要告诉你 万般皆是业 半点不由人 你造了业 你很难改变的 你一定要付出代价 所以当你在面对 你要造作恶业的时候 你要用夜感缘起来提醒你 这个业造了 它就永远地存在法界 谁也动不了 你就必须要为这个付出代价 所以以此来警惕自己 减少生口义的过失 但当你要修缮的时候 尤其是你要改变生命的时候 你要告诉你 何其自信本质清净 生命有无量的可能性 你可以重新塑造 过去不等于未来 过去的你 虽然你是深受业力的束缚 深受烦恼的障碍 但是从真如的角度 这些都是如梦如幻 所以当你要求突破的时候 你要站在真如眼前的角度 来看事情 过去不等于未来 昨天的你 虽然业障深重 但是明天的你 你可能会变成功德庄严 虽然你造了那么多业力 但是你是可以代业往生的 为什么 因为心性里面本来就没有业力 这个东西 它是一种心习所成的一种幻象而已 它有它的假名假象假用 但是它没有实体 所以你这个法门操作得当 那这个法门就是干禄 你如果相反 你造罪的时候告诉你 没事 清净本然 那就变成醍醐 变成毒药了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古人说的 佛所讲这个话 本来是对你来说是加持的 结果你弄错了 变成你一种放异的借口 那就惨 所以我们为什么佛法要学习 就是你要用对 明明你已经是感冒了 已经是寒病了 你又是冰水 你就是错了 你不能怪药错 你自己操作错误 诸位 夜是低阶的法 你要对视烦恼 用夜低阶的法就对 用夜低阶的法 它的病要越重 治乱是用重点 但是你想突破的时候 你要找高阶的法 你不能老是认为你夜障深重 你老是觉得夜障深重 那你最后果然夜障深重了 所以你不能老是强调夜历 太过强调 所以什么东西取个忠道 就是说 夜历 你说它有 它是如梦如幻 它可以改变 因为它一念米生死浩然 一念物都会顿死 但是你说它没有 它有它暂时存在的 假名假象假有 所以解论是非公非有 那么 所有天台的法门 就是你要操作得当 当你在远离过世的时候 你要强调夜感也起 最快 给自己警惕 万般皆是夜 半顶不由人 你今天图一时之快 你张嘴就骂人 伤害的是你自己 因为你自己的家里有越历 人家可以不搭理你 但是你因为讲这句话 就是十秒钟的畅快 你知道你未来要付出多大的痛苦吗 所以你想一想 划不来 是吧 你会从夜感远起当中 警惕自己 不要给自己未来 你不要因为你今生的畅快 去破坏你来生的快乐 让你来生痛苦 因为这个夜是你要去承受的 不是别人要承受的 所以夜感远起的好处就是 失所警惕 真如远起 在临终的时候 最好用就是在临终的时候 因为临终的时候 你过去的夜全部现前 你不可能回到过去 告诉你自己 你不要再这个罪 不可能 它已经是事实 这个时候你可以不迷不起不动 不要激发夜历 但愿往生 真如远起 大概是所有净土中的人 必修的 如果你不知道业性本空 你临终很难过得了那个生死观的 业力的东西你一直左右 它就变得真的有了 所以你看有些人的业障 它忏悔很慢 同样的业障 表现在一个人的 觉悟的人心中 他可能拜个十步八十八火 他过了 他的业也消了 有些人他拜了一百步 他的业还没有消 因为你制作它石油 所以对你来说 飞之不去 所以这个业力本身 你要摆脱它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你少到作业 第二个你的心理素质也很重要 所以站在阴地 断乐修善 多强调业感严寂 但是这个业已经造了 你过去的业已经造了 你要面对它 怎么改变它的时候 这是个事实 当你想要改变业力的时候 你要安住真如严寂 因为你别不显身 你正在月改严寂 就惨了 那你实时其佛事 你透过事修 你不可能用短短的几十年 去处理你无量节来游下的问题 也不可能的事情 完全靠事项的修行 不可能 只能靠理官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操作是不太 实际不太一样 好 还没问题 好 我们看下一个 有关这个延期还有另外一个 这是跟前面的同一个主题 请问师父 如若人的一生 其所有遭遇都是因缘果报 接近此生 都是了却前世的月因 而且也种下良善的佛种 万一又有个来世 又是隔音之谜 又开始成重重叠叠的了托因果 那么这么多节的因果循环 凡乎应该如何面对 当我们面对过去的时候 过去的业力的时候 诸位 你就不能用业感言起了 我们讲过 在造业的当下 在身口一活动的时候 重视业感言起 但是面对已经造的业 那你起码 你如果不能用真如言起 你不能把它关空 起码看赖也言起 我们看看赖也言起 来 我们看讲义第七面 大家复习一下 赖也言起呢 它的因缘成就有两个 第一个一切总是 就是第八十 它摄持了无量无边的业力 第二个缘就是前六四的名言分别 就是你的思考模式 那么从维世的角度 一个业言从一个种子位 要得果报 必须你去攀岩它 你去激发它 就像一个种子 如果你不去灌溉它 它是不会得果报的 所以我们面对过去的业力 也不是那么可怕 就是呢 按照如果以净土中的代业往生来说 你最好对 三界的人士的攀岩要减少 所以为什么 净土中的往生的正念 佛陀提出两个概念 叫都色六根 叫敬念相聚 本来敬念相聚就好了 你一步六步就好了 为什么要堵塞六根呢 因为你到晚年 你攀岩薪不收 所以很多的 尤其大福报人 他的事业做的业大 他六根 他的索文经业广的时候 英光大师说 福报大人 生死业业重 就是这样 因为你 你广了这么多企业 不得不逼你 去圆很多的事情 诸位 你念头一动 对你的第八事 就是一种业力的激发 业力的激发 所以你为什么 往年要收心就是这样 我们有很多的业力 但是请你不要去刺激他 你让他沉淀下来 所有净土中的人 我不管你佛号练得多好 但是我要提醒你 你佛号练得再怎么好 当生死业力激发的时候 你绝对不是生死业力的对手 绝对不是的 所以往生的人 他必须做两件事情 他要成功的把生死业力沉淀下来 你没办法处理你的过去 你不可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你说我来生要到建筑去 业力放得过你吗 你把他业力激发出来 你认为业力会放得过你吗 所以建筑中 走出过去面对未来 你必须要处理好你过去的业力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到了55岁以后 到60岁 甚至最晚60岁以后 你六根要往内收了 就是第八是这个大海 你不能再刺激它了 这一杯水虽然很多的污泥 你不要搅动它 你让它沉淀下来 带业往生 带业种 没有人可以带现行的往生的 你晚年的时候 念佛很专束 离开佛堂的时候 广大的攀岩 你惨了 你的生命当中有两种力量 往生的愿力 第二个是生死业力 你认为哪一个势力强大 强者先迁 当然是生死业力大 你一天 不要说过去的 就算你一天就好 我们把单位 就一天 你一天练佛大概四个小时 你打了二十个小时的妄想 包括白天 包括晚上睡觉 如果你不能让业力沉淀 就说明你用四个小时的练佛 跟二十小时的妄想 来拼搏 那当然妄想带动了业力大 所以往生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 督射六根 你一个人到了六十岁 你的成败已经已成定局了 你要到处攀岩 那你是跟自己找罪兽 你把业力激发的强大 生死业力的种子 你不断地去攀岩它 刺激它 那你临终当然是随业往生 怎么可能随业呢 所以我们讲 怎么样了脱因果 因果我们在凡夫会是没办法了脱了 但是你可以把它打包起来 暂时打包起来 你不要活动 我到了净土 在来好好的面对你 你现在不要障碍我就好了 但你要让它不活动 你千万别刺激它 这是一个地雷 但你不踩它 它有跟没有差不多 所以带业 为什么有些人的业是可以带 有些人的业是没办法带的 因为你不断地刺激他 你怎么带呢 你怎么带业呢 诸位 一个人他的攀岩心业重 这个人是几乎不可能往生的 不是跟你佛号练了好不好 就是不管了 你只要你这个人 你到往年没有收心 你说不是就你就跑不掉 都设六根跟禁念相聚 这两件事同等重要 甚至于我可以说 都设六根比禁念相聚更重要 你没办法处理好你过去的业力 你就没有资格谈你的未来 你那有什么求生进度 业力根本就放不过你了 一个人只有成功地把过去的业力 一沉淀下来 你才有资格说 我来生要去哪 你才有选择权嘛 你连夜都没有带 你有资格谈往生吗 带要往生 你夜都带不了 你怎么往生呢 所以进度中要处理 处理好你的过去 我过去 我晚年新收了 说破事件放下了 反正就这么回事 该怎么这怎么的 你的心一放下的时候 它的业力就沉淀了 因为这个第八识跟第六识是互动的 你不激发它 它只有种子 它不能起现行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过去业力的沉淀 你再发掘一个广大的愿力 验生西方基督中 这个时候 就能够由愿力引导业力 就要带要往生 所以业力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可怕 看你怎么处置 它可大可小 你要不刺激它 它就在处于那种睡眠状态 就种子味沉淀状态 你要激发它 那对你来说 那你是没完没了了 那你生死轮回是没完没了了 就这个概念 所以它这个烂业延期 就说明了 业力本身 它不是死的 它受你的思想的引导 就是第八识 受第六识的引导 所以这个烂业延期 这个道理就比业感延期更加的高超了 因为你这个业感延期把这个业讲死了 它好像跟心态都没有关系一样 这是不对的 所以讲业力的处理到这个别教最严满 到了真如就不谈业力了 它是理想化了 站在没有业力的角度来面对业力 那是一种非常超然的 先超越业力再重新面对 所以从业力的角度处理业力来说 为嗜血已经最严满了 所以它修无分别字 你说佛之间的业 你少去分别它 因为你一分别就带动攀岩 好 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就是有关业力的沉淀 这个地方诸位 进土中必修课程 必修的 你要做两件事 你不是只做一件事 你要把佛号练好 你要好好地想象你的未来 但是请你千万注意 你要好好处理你的过去 你不是今生才有生命 你过去的业 好好的要把它打包起来 你不能让业力产生活动 这两个同等重要 好 有没有问题 关于这一块 好 请说 那我平常师父是怎样去用我的生活上去把人事物把它沉淀 让他业力打包起来 你你可以再讲一下 师父对不起 就是师父刚刚提到这个问题 那平常我念佛可能只有两个小时 对不对 是 那我不可能一直念佛下去 那我怎么面对人师父把它沉淀 比如说那刺激 我是说 不迷不取不动 或者说 人家刺激我也 该做做不该做做 一直放一直放 这样也是算把它打包起来 这样我就可以二十四小时 是什么方式 可以简单的方式处理这个 你现在就是说 先把主动性的攀岩先放掉 就是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责任 对不对 就是 我必须要面对的 比方说我家庭的责任 我社会的责任 这不是我主动的 我别无选择 这部分是可以接受 对不对 那 其实人生里面有很多是 你主动去追求 你主动攀岩 因为你主动这个力量更大 因为你动了这个链头 就是说 本来你是可有可无 但是你选择的去攀岩 那么这个业力就要注意了 就是说 作为一个在家技士 你先选择 我就提醒大家 先把主动性的攀岩 这一块先处理掉 但如果你退休以后 那你连被动性的这一块 都要慢慢处理了 你可以分两阶段 如果你现在还要面对 家庭责任 社会责任 你如果是有质疑求生 净土 那么你这个时候 先把主动性的攀岩 这一块放弃掉 就随人肚子就好 该你的 你相不相信 该是你的 就是你的 不该是你的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 就算得到也守不住 所以师父意思说 尽量就是以不执着心 面对他 放一直放一直放 来就解决 解决就放掉 这样子来把它打包 且这业力不要让它起现行 就对 所以打包可能很奇怪 让它沉淀下来 沉淀下来 可是我刚刚讲的不太好 因为我想说 我们要到旅行 让它打包 就是说 你要让业力 把它起现行就对 让它沉淀 不要让它起现行 因为你不断的去攀岩心 你就把业力激发得很强大 那对你就很不利了 你临终的时候 你怎么走得了呢 业力都已经被你欠成这个样子 你就怎么走得了呢 好 谢谢师父 对 一个人 越离开临终的时候 越重要 各位 我劝所有进土中的 不要对自己太有把握了 我不用收心 没有这回事情 不可能 你没那个本事 你冲不过去的 诸位 福报越大的人 要越早收心 因为你的心放得太远 这个人平常就很单纯 那你可能会晚一点收心 你就做一个固定的工作 凡是你的平常日常生活 你的心放得越远的人 你要比别人早点收心 因为你放得太远了 但是我要提醒你 你要不收心 你过不了生死观这一块 过不了 越力放不过你 你今生的练佛 绝对不是你生死越力的对手 保证 所以看播放下 你才有资格持谈 持民念佛 我们今天来说博世界不是来一次 来得深深四世 你创造这么大的夜言 难道你可以不处理它吗 你就走得了吗 所以你必须要让夜沉淀下来 你看看印光大师文操 你打开来 你看印光大师文操 他怎么说的 他整部印光大师文操 强调四个字 少管闲事 你去看一看 他说好人好事 好事不如无事 这句话当然圣道们听得不高兴 你们净土中的人就是好事 但是你不能说我们不对 因为净土中 他必须要集中所有的心力 修往生 然后再回路说博 该干嘛干嘛 但是你现在往生的时候 你攀岩的是好事 但是好事 从净土中的角度来说 好事不如无事 净土中啊 净土中是讲这样 你看看印光大师文操 他也一直做慈善事业 被印光大师骂一顿 因为你到了极度世界 你回路说博 你一个法身不上 你做什么慈善事业不行啊 不是说做慈善事业不对啊 而是你现在这个生死 你现在这个阶位 你这个时候的定位不对 尤其是晚年更不对 更不对 我刚刚讲的话 是站在禁度中的角度来看 然后你要不修禁度 那这句话就不算了 因为你准备要轮回 那跟这个思考就不一样了 所以每一个法门 跟他的目标是有关系的 好 那么 关于业力的处理这块有没有问题 所以业力跟你的思想是有关系的 你思想处理的好 你可以让业力降到最低的 跟你的心理素质有关系 好 请说 是不慈悲啊 刚才师父最后提到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 弘法立生和这个 刚才你说那个 就是无事 好事不足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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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把这块 这块给稍微 给弟子开示一下 就是 看年纪了 如果你已经是 红华立生的 年轻人当然就是 积极知良嘛 但是如果净土中的人 我觉得你从往生开始算起 你起码要十年的收心 只是如果你七十岁往生 你六十岁要收心 因为你不可能像做主大师说 我今天觉悟我明天就收心嘛 你要有一个过程嘛 假设我们是顿根不上 你要慢慢收嘛 是吧 因为你放的时间太久了 那 那你 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往生 那一般来说 你最晚六十岁最好要收心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六十岁还在外面跑 如果他修圣道门 我没有意见 如果净土中的不吉祥 除非他能够百花从里过片叶不沾身 他跑跟没跑一样 他有这种本事 那我没话说 但是你跑的时候你心会动 那就临当别论了 忍者心动 当然你是做慈善事业 但是站在净土中 你要追求临终的正念 那就不是这样的章法 我想每一个宗派都有他的特点 你净土中你要代业往生 你就必须让业力沉淀 你就必须要收心嘛 这是很正常的嘛 当然你走藏传的圣道门 你已经准备好要流转了 求真上身的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你是深深深深的说佛之介 谢谢创委一章基地资料 继续来做这个课程的研讨 那么 在我们之前讲到的 当中 偉大师把天台的教官 他把天台的教 他分成三种缘起 夜感缘起 耐眼缘起 跟真如缘起 当然佛多四色教法 他一定是有他对质的重点 那么夜感缘起的重点在于 我们在调伏现行的烦恼跟罪业的时候 就是你眼前的东西的时候 夜感缘起特别好用 因为让我们产生真上惭愧 不敢放逸 因为夜感缘起 它强调夜力的 不可思议 夜力的强大 自乱是用重点 所以我们面对 现前的烦恼夜力的时候 的思考 我们尽量用夜感缘起 来警惕自己 这个罪业遭不得 因为你很难改变它 而且你要付出 更多的代价 就是说 你造罪的结果就是 你的快乐 只有一点点 但是你的痛苦不成比例 譬如刀上的蜂蜜 你在吃刀上蜂蜜的时候 虽然有甜蜜幸福的感受 但是你的蜂蜜 毕竟是少数 但是你被割伤以后的痛苦 是远大于快乐的 所以造罪是得不偿失的 所有的瘦蜜世界的快乐 究竟来说 都要付出代价了 所以从夜感缘起 我们可以知道 惭愧心 不敢造罪 那么面对于过去 已经造的罪 你就不能用夜感缘起了 用夜感缘起的话 那你的措施感就会太大了 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 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了 而且我也如何忏悔 那么面对这么多夜的时候 佛陀告诉你 那也缘起 它是可以受欣喜而变化的 就是这个夜 它是被一个新世所射受 第八世所射受 而第八世它不是死的 它受前六世的欣喜 也就是说 夜力跟你的思想是互动的 随着你的思想不断的提升 这个夜力的势力就会不断的降低 就给我们大的希望 我们从万般皆失业 半点不由人 我们慢慢体验到 万法伟失 一切法是你的心事所变现 你的心变了 夜力就跟着变了 所以 当你要怎么样去思考 你过去夜力的时候 那你就 可以用賴也缘起了 我们如何透过今生的修持 收心 让过去的夜降到最低 当我们要谈谈你的未来目标的时候 怎么突破过去 怎么开创未来的时候 真如言体最好 清净心普敌夜 告诉你 你的来生有无量的可能性 你先不要管你的夜力 先不要管你的妄想 多重 你就尽管发愿 你甚至也可以发成佛的愿 所以 按照佛陀给我们的教育 面对现在佛陀要你误实 小心谨慎 面对未来佛陀要你大胆的尝试 你尽管发愿 因为你怕什么 你的心性跟十方之佛相同 你应该得到的东西跟佛陀一样 所以你未来可以发成佛的愿 往生的愿 所以佛教对于 过去未来 现在未来是不同态度的 对现在是很保守的 对过去是可以改变的 对未来你可以大胆的发愿 还有无量的希望 佛陀是给我们未来无量的希望 所以真如言体是给我们希望 站在佛陀的角度来思考事情 开始握住佛的知见 所以你慢慢知道这三个教法 各有各的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使用时机的时候 你就知道佛陀施舍的教法是不冲突的 好 我们来看回答下一个问题 在天台教官当中 最先研制于中观论的延起信空理论 后来才演变成一心三观 请问师傅 延起信空跟一心三观有何不同 空性的智慧 它是一心三观的全方便 一个人没有经过空性智慧的这种 的教育你很难误读一心三观 一心三观的特点还不在于三观 在一心 我们现在达到一心很难 就是说你的心动得太力 攀岩太力 我们现在是多心 多心 就是说 一心三观 在于把心收回来 就是一心三观的特点 就是说 你要把生命 你要改造生命 你要找到生命的开关 生命是有开关的 所以他把生命融缩 把整个五印十二柱十八界 这个五印身心世界 慢慢融缩到一念心性 他认为这个就是生命的开关 你碰到什么事情 你不要向外求 你只要安住清静心菩提愿 你就有无量的未来的可能性 安住清静心 离向清静 然后呢 菩提愿成就功德 你要有成就功德的希望 所以说 但是一个问题 安住一念心性就很大 因为我们的心喜欢拍眼 那么这个时候 假设没有经过空观的 因为佛多就讲空心的道理 佛多说 一切法 因言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那么为什么要讲空观呢 因为你的攀岩 它的病根 来自于你认为人生有所得 这是一个严重问题 我们对生命有很多的错觉 但是最根本最严重的错觉就是 我们把人生当真 这是严重的问题 就像一个人做梦 梦里面看到很多的珍宝 看到很多的事情 他会去追求 但是这个梦境结束的时候 他要到另外一个梦去了 那前一个梦就消失了 又变成一个梦 他要重新的追求 所以我们不可能 从每一次生命当中去累积 去得到教训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会不断的攀岩 一直到死之前还在攀岩 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能够 从人生得到一点东西 它是真实的 所以佛多就出世了 他告诉你说 因言和合 希望有生 因言别离 希望明灭 佛多要你从因言看进去 就是人生 是一种因言的开合 你为什么来到人世间呢 因为你过去有很多因言 积极在一起 因言和合 希望有生 所以你从什么地方来 诸位你们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吗 我们是从空性而来 按照佛法的意思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中生有 生命的出现不是本来就有的 是无中生有 你不能够说 我从前世而来 不对 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立的个体 你只是继承前世的业力 你可没有继承前世的果报 当你做第二个梦的时候 跟第一个梦是没有关系的 你前一个梦是转容圣王 你不可能把转容圣王的珍宝 带到第二个梦的乞丐去 也不可能 所以首先你要知道 你的生命的起点 生命没有开始 好 我们再看受生命的结果 那你将往哪里而去 因言别离 希望明灭 你最后的结果 你也往空性而起 所以人生是 没头没尾 按照嫩人经的用法就是 来无所从 弃无所止 人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果 只有过程 就像做梦一样 你知道你每一个梦境 从什么地方开始吗 你知道你的梦境 从什么时候结束吗 你结束以后跑哪里去了 没有了 所以人几十年后 你现前的身心世界 你所拥有一切东西跑哪里去了 对你来说 没了 你要去创造另外一个梦境 所以无所得的概念 对一个人很重要 就是人生只有过程 人生的目的只有两个 第一个 酬长就业 你在还过去的业 第二个 你在创造一个新的业 你是在酬长过去 第二个 你在开创来生 你在规划来生 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是被业力牵着走 所以我们一般人都是活在过去 没有一个人活在未来 所以这个人生的恶性循环 你过去造的罪业 今生业力显出来 那在业力当中又迷失了自己 又造业 所以我们的人生是落入一种恶性循环 直到佛陀出世 哦 原来人生是无所得 诸位 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快乐 不管你是痛苦 不管你长得庄严 你长得丑陋 你有财户 没有财户 你的过程有很多差别 我们每一个人的结果都是一样 就是没有结果 没有一个人有结果 那么没有结果这件事就很重要了 人生无所得 无所得 你就无所求了 该干嘛干嘛 该你的 你过去有这个业 他自己会出现 可能他不是从这个地方 他从另外一个地方出现 你没有这个因缘 你追求 你也没用 因为你没有业因 你只有缘 没有结果 所以从无所得 你就知道无所求 无所求你自然无所住 无所住 你的心自然就往里面跑了 你知道说 把你的心管好了 你的生命就管好了 他是这样子 所以空性的智慧是很关键的 一心三观 就是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他是内观的 今天有人 他骂我 那跟你没关系 我也内观 我安住 清清心菩提 菩提宴面对 有人赞美我 我们也是安住 清清心菩提宴 叫法法效归心心 所以 一个一心三观的人 他跟外境是脱钩的 他认为人生只有历练 历世炼心而已 他的生命只是让整个世炼当中 让他内心不断的增上 他的清清心更增长了 他的菩提宴更增长了 如此而已 所以他的整个人生观 只是在自我完善 让他内心的善根不断的增长 不管他做布施也好 持戒也好 忍辱也好 乃至于念佛也好 这个就是一心三观高明的地方 因为我们花太多时间去攀岩外境 耗损太多精神体力 因为你 你攀岩外境有什么用呢 它是一个生命的结果 它过去的业 就是说 它是一个结果 它是一个事实 这个结果很快就过去了 你应该重视你的阴地 你的内心世界 你的内心世界主导的未来 就是说 我们太重视我们过去 而忽略的未来 我们哪一个人 什么时候开始重视未来 死亡到来的时候 原来我也会离开说佛世界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手忙脚乱 我该去哪里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因为你没有资料 但是我们不可能 从生命中寄起教训 你来生再来的时候 你一定会犯同样错误 你的心还是向外攀岩 因为你认为攀岩 对你有好处 你认为说 人生经过你的经历以后 变得更好 其实不一定 努力的人多得去了 成功的人少数 因为它有福德力 关键它有善业力 它有善业力 所以人生不能主宰 不能强求的 你今生的快乐 不完全是你的努力 当然你的努力 会让它更早起来 但是真正的意思 是因为你过去生的事 你过去生好 你是继承了过去的善业 但是你太 太享受于过去的善业 你完全活在过去的善业 你就失掉了未来 你就把未来给毁掉了 你想想看 你把心收起来 是该你的 还是你的 但是你跟一般人不同 你的内心在 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不知道 诸位是把过去看 今生看的重要 还是未来看的重要 就是说 你把心向内安住 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今生该有的东西 你也不会失掉 你把人生完全用来经营今生 你临重就惨了 因为你认为很重要的东西 你花了几十年所经营的东西 即将被破坏 你内心的痛苦跟遗憾 你就很难保持这点 因为你把你今生 你花太多心血了 死亡到来的时候你受不了 你如果没有收心 你受不了 因为都花费你太多精神体力了 所以 收心 就是把心带回家 看好你的善根力 你真正往内心去 你的善根力 福德力 那么这个时候 人生只是一个历练 所以 要把心收回来 要成就一心 一定要空心的智慧 建立无所得 然后你才有资格谈三观 用空甲中去观你的心 空观看到你内心的本体 你一向亲近 你一向亲近 假观看到你的内心有无量的功德性 你发起菩提愿 为未来开始洗下你的事业 用愿意来引导你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摆脱过去 走上一个新的未来 所以它这一心三观 的核心思想在于一心 而一心要成就 要建立一个无所得的人生观 你不可能在今生得到什么东西 不可能 人生 因为人生没有结果 只有过程 这个就是空观的智慧 它为什么要摆在前面 以无所得为方便 才有资格谈一心三观 所以佛陀要先讲波雷斯 调副你的有所得的潘原心 然后才开显滑涅槃 安住一念心心 开显你内心的空甲中三观 亲近心不敌业 是这样子来的 佛陀先讲阿含经夜感延起 先处理你的重大的罪业 再讲这个波雷斯 方等时波雷斯 开始调伏你的潘原心 夜里处理完了 就开始处理妄想的问题了 妄想处理完了 才有资格谈一心三观 好 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中观论的这个空心的思想 它是一个误入一心三观的前方便 否则你不修光话 你的心一直在动 因为这个夜里变现果报的时候 这个果报会刺激你的感受 你永远会被感受牵着走 当你认为人生是真的时候 那你就很难面对人生了 那每一个夜里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刺激了 你就得照单前收了 好 有没有问题 这个无所得跟一心三观是有关系的 好 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过去了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佛陀先说滑滑金是会见归顿的方式来先说言教 这当中有没有代表性的经典 而方等时佛陀讲言教是比较不明显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阿弥陀金 阿弥陀金前面的经文佛陀是讲到极乐世界的果地的功德 然后再讲到因地的修学 果地的功德呢 我们看极乐世界有七宝池 八宫得水 充满其中等等 佛陀讲到一报庄严有三个主题 一个宝树庄严 一个是楼阁庄严 一个是莲花庄严 莲花就是瘦身的地方 因为在莲花瘦身 所以才会受用宝树跟楼阁 那么这三种庄严呢 讲完以后 佛者会总结 摄利佛 极乐国土成就如实 功德庄严 那么阿弥陀佛就解释了 是什么样的功德 能够成就这个宝树 楼阁跟莲花呢 主委你们说 你一个生死夜战凡夫 你一辈子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做 就在佛堂里面 义佛练佛 然后你来生到极乐世界以后 你受用极乐世界的 七宝十八宫得水 为什么 是什么因缘 做法因缘生嘛 进土中 你也不能够离开因缘关嘛 当然 多数的说法 会说 弥陀本宴射受 是吧 佛力不可思议嘛 因为阿弥陀佛成就这广大的功德 他把四十八宫的功德设置在一句佛号 所以我的心接触佛号的时候 转他成智 感应到家嘛 我把佛的功德转到我的身心世界 都一半 佛力的射受都一半 但是一般进土中 都这样解释了 但是偶一大师他不这样看 他提出佛力不可思议 法力不可思议 他提出了心力不可思议 因为你能念了心 因为你一个念佛人 因为向内安住啊 有一种心性功德的开险 心性 他有清净心不立愿的功德 你一旦向内开险 我们以前因为离家出走了 所以把自己弄成成乞丐 当你一个人向内观的时候 你会得到心性功德的加持 所以你自己的心性功德的加持 还有弥陀本院的射受 两种心力跟佛力的结合 然后才有极乐世界的功德状元 但是你看阿弥陀琴的经文 他还有强调心性的东西 有明显吗 不明显 是吧 不明显 他强调佛力的很明显 那就是偶一大师的智慧了 以道荣小无法不代 言人受法无法不远 他看得出这个秘密教吗 诸位你想一个问题 假设你的往生 纯粹是佛力射受 纯粹 跟你的心力没有关系 你今天放一个录音机 不断练佛 你这个录音机会往生吗 不会嘛 因为它没有细 它没有明鸟系 是吧 你说 诶 既然是佛力 它只靠阴身 那 那练佛技它也创造阴身 它咋就不往生呢 佛者为什么不加持它呢 因为这个练佛技没有明了的心 没有明了的心 它本身没有心性功德的加持 所以为什么临终的要亮内观就是这样 因为你本身的心性功德很重要 内观真如 外顺弥陀 内观真如你自己的开解你内下的心性 能念的心不可思议 外顺弥陀 一心归命 阿弥陀佛 那么启动了弥陀的本业力 所以你的心性功德力跟弥陀本业力结合 能念的心不可思议 所念的佛不可思议 所以一念相依一念佛 念念相依一念佛 是这样子 所以你的往生是心灵的力量 跟佛陀力量圆满的结合 不是单方面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起颠倒的时候 佛陀哪里没办法 因为你心性功德开显不出来 心性它必须要内观 它才会出现 当你临终的时候是攀岩说博事件 心性就 就隐没了 妄想就出来了 所以 心性跟妄想 是同一个东西 向外攀岩 心性变成妄想 颠倒妄想 那你就变成标准的乞丐 生死业障凡夫 你要内观 你就是大富长者的儿子 就这样子 所以乐园经它把心性 它开出两个门 外门跟内门 你今天是向外门而去 随外门而转 那你就颠倒妄想 你随内门而观 内观真如 往内安住 那你是无穷的珍宝 就这么回事 所以大圣讲不恶法门嘛 同样是一个东西嘛 诸位 你临终体攀岩的时候 你不能往生 不完全是佛陀不加持你 因为你自己的心性 的功德 它也不加持你 你自己也不加持你 因为心性功德 全真成妄想 所以佛陀激发妄想 不能感应 因为佛陀的心是 暗住在心性 暗住在妄想 这两个是 你根本没有顺从本愿 你至少跟佛陀同一条线嘛 你忘懂佛陀往西 这怎么感应呢 所以黎明中的人 他必须要内观 你把你的心性功德开显 人念的心不可思议 弥陀的本愿也不可思议 所以感应到教 是这样子来的 那么 大智慧的偶一大师 他读阿弥陀经 他就能够在 阿弥陀经的方等时 讲到明显 从显露意 讲到佛力 但是他能够把佛陀的秘密意读出来 这个地方 有人念的心不可思议的秘密意在里面 诸如此类 有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方等时 为什么通言教就这样 他秘密有这个意思 请说 师父自卑 刚刚师父讲到那个 阿弥陀经是方等时所说 那个无量寿经是不是也是方等时所说 是的 一般智德大师把几乎净土的东西都判作方等时 因为方等时是最广 是教病态 因为你想 他不可能波蕾石 波蕾石是少一切像的 关一切把空的 五言耳鼻舌生意 他也不是阿韩石 阿韩石是小镇的 所以一般来说 只要讲到功德相的 一定只能够做方等时 在无量寿经中 第26品的理工听法里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有亲自三诞的开始 第一段是 他是对着十方菩萨在讲的 第一段是说 绝了一切法犹如梦翻详 满足诸妙宴必成如是差 第二段他讲 知土如影像 弘发弘世心 就近菩萨道 记住功德本 第三段又讲了 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 专求进佛土必成如是差 这个三段 第一次好像有点点 好像 了解好像是讲的是 有点言教的意思在里面 是好像 是的 对 那方等时本来就试教并谈 他本来就试教并谈 他是葬通别人试教都有 但是他言教的相对比例不多 是不是也有转他诚挚的 那个意味在里面 感应道教 你说无量寿经有 有感应道教的意思在里面 他是勸 勸修 第一次又想到一个 那个 阿弥陀经中有三次的 勸 十方菩萨 勸信 勸愿 勸行 这三段阿弥陀佛自己亲自所说的 是不是有勸修 勸修 勸修的味道在里面 是的 是的 因为刘通芬本来就是有一种 刘通芬他就是有一种 勸修嘛 结勸嘛 因为你正中文讲完了嘛 对不对 那但是进途中他是男性法门 男性法门佛陀一个人做总结 可能 阿弥陀说从头到尾都是你讲 所以佛陀就把十方之后请出来 是吧 十方之后来证明 是的 在心经最后有一句话是无字亦无得 这个是波雷斯 波雷斯 无字亦无得 因为 因为他这个观音效法空的时候 他少掉的是世间法 他也少掉了初世间的法 因为从空性的角度 无有扫法可得 但是 无有扫法可得不是没有 他有念念的相应 就是说 成佛以后 他有功德相应 但是他没有这种 有所得的概念 阿弥陀佛 谢谢 是的 他不是没有 无所得不是完全没有 就是说 他虽然理向亲近 但是他又跟功德庄严相应 但是功德庄严相应 他也不是繁复的一种有所得的概念 我们繁复的概念是 是一种追求 你看我们繁复活在果报 因缘果报 我们做了个善事 我们就希望果报给我们 就像那个海豚一样 就马上要得到 这个主人给他一条鱼吃 就好像 我们一般的人天总性 就是造了个善业 就好像要去把这个善业换果报 对不对 但是你有想到吗 当你不要果报的时候 你知道神会报答你吗 是的 心情开始报答你 心情就显现了 当你一个人不断地 修善事的时候 你拒绝果报的时候 那你就入不可思议了 因为真如本性亲自报答你 他就把功德显给你看 但是你一直要外面的东西 那对不起 真如本性就把门关起来 因为你已经有东西了 这一点在《华华经》佛陀讲一个批语 佛陀说有一个国王 他有无量的珍宝 他的大将军 经常为国王征战 那么这个将军每一次战胜回来 国王就从他的库房里面 拿一个蓝宝石 拿一个红宝石给他 有一天 这个将军打胜回来以后 他竟然跟国王说 我什么都不要 国王只好把他头上 皇冠上的魔力宝石拿起来给他 因为他什么都不要了 所以国王只好把魔力宝石给他 这个批语诸位听得懂吗 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 你就很可怕了 你就不死意了 因为真如要报答你了 这就是无所得的概念 但是我们以前会有种错误 好像说 我去追求对我有好处 是吧 我造了一个善业 我前生好不久有善业 今生有一个美好的房子 美好的建筑 我要赶快享受啊 我前生这么辛苦 造了善业 但是你这么一享受 心性就把门关起来 就会变成颠倒妄想 是这么回事 你要扮演感受 对不起 心性就跟你离开了 就离开你了 你把感受收起来 我今生不再受用了 你内观的时候 那心性就把门打开了 就这样子 所以你的人生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你追求阴言果报 那么心性就慢慢关起来 就变成妄想 那就转成妄想 那你就一个标准的生死翻覆 只是在人生当中 多一个快乐而已 那你如果说是不向外求 你拒绝了阴言果报 那么心性就把功德选出来了 就这么一个差别 来 请说 师父慈悲 刚刚师父有说 敖毅大师在读这个弥陀经的时候 就从里面就悟到佛陀的秘密教 可是师父之前有说佛陀在的时候 佛陀在的时候 秘密教 佛陀是亲自告诉你 佛陀灭度以后 秘密教是你要自己去体会 插在这里了 就是我们今天读佛陀留下来的经典的时候 都还可以有这种效法的价值 看你的智慧 你能够读出他的弦外之音 是不是 就是他没写到 但是你读得出来 那时候才会有这个 不算你智慧高 但是佛在试头说秘密教是 你坐在那里 佛陀是你听到的是佛陀的音声 亲自告诉你一个观新的概念 别人不知道 那是佛陀主动告诉你 但是佛灭度以后 这个话被劫持劫期成经典的时候 你有本事读得出来 那就不是一般人了 这种秘密教是你主动把它读出来的 谢谢师傅 是不是 请说 师傅直辑开师 那刚刚师傅提到说 如果剝落你无所得的时候 会有跟庄严相应 是不是就跟大圣起信论讲的 体大相大用大 当你无所得的话 他就真如平等不简固 如来这样具足无量性功德 跟人生出一切世间 出世间的善法 是这三个把它相应出来的功德 这种庄严是不是 是的 是的 因为你开始无所得的时候 你就在开显心心 反正你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 你要用感觉来受用人生 那你就活在因言果报 当你开始拒绝了这种人生受用的时候 你就在开显心心了 这两种情况而已 那师傅 第二个问题 师傅提到说 像我们报生是有始无终 那一般如果不是做法生是无始无终 为什么报生有始无终 他不是报生他也是回着因言结束掉 为什么他报生 所以他没有所谓的开始也没什么结果 这个道理你误得到就是有 误不到他也是有 是吧 但是报生不一样 他是可以受用 就是佛陀自受用的报生 就是说佛陀他可以享受到功德庄严 那要成佛才有 就是你要修因正果 在成佛以后 佛陀献出功德报生出来 再自受用 但是佛陀献给众生快乐 是藏六比就像叫硬化生 是吧 硬化生有始有终 他有死亡这件事情 但是报生没有死亡 报生一旦成就以后 就永远不消失了 但是他有开始 因为 他虽然是功德 但是他是一个 他是可以受用的东西 只是他这种受用 跟我们用潘延新受用不一样 他是一种相应 他是有开始的 好 谢谢四处开始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最后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佛陀所以广说一切法门 此一众生的根迹不一 才开写的五十八教 其中最后的目的就是 先说一佛称的思想 对 法法消灰心性 开现心性的功德 那我们净土中的行者 如何把一佛称的思想 跟念佛法门互相结合呢 其关键的切入点在哪里 我刚刚其实有稍微讲到了 就是临终的时候了 我想 一心三观 跟念佛法门的关系 核心还在一心 就是说 当你这个人平常都是向外攀岩 去 你对因果 这个果报 对这个生命的结果很重视 那么你就佛入到叶岩当中了 就是这样讲 就是说 灵命中的时候 我们生死业力或多或少 当然你如果攀岩心少 就陷得少 攀岩心重就多了 业力会陷茧 但是你心向外攀岩的时候 这个生死业力对你的牵动会很大 你会被业力catch 如果你临终的时候是安住一念的清清心菩提愿 按照佛法的说法 你跟业力走的是不同道 因为业力是佛在因缘果报 你安住一念心心 安住一念心心 本来就没有业力可得 那么这个时候有心性的加持 业力跟妄想对你的伤害可以降到最低 因为你有心性功德的保护 你多了一个防疫系统 因为真如在加持你 你这个时候是两种加持 心性功德的加持 弥陀本业的射受 两种加持 那你如果说你心是临终的时候 开始打望向了 想到你小时候的事情 长大的事情 那就惨了 那你心性就没有加持力了 你堕入的因果业园当中 那完全靠佛力射受 那就难讲了 难讲了 到底是生死业力把你带走的 还是弥陀本业把你带走的 就难讲了 所以 一心三观 它会让临终的时候 产生很大的加持力 它会让你在临终生死业力 现前的时候 它会保护你走过生死业力这一关 走出颠倒妄想 然后面对弥陀的光明 所以一个收心的人 他不占平常 他业力不容易 他的业力少 他临终的时候 那个阿拉也是献出业力 要牵动他的时候 他也能够把业力对他的伤害降到最低 因为真主本性本来就没有业力 所以面对业力 你站在不同的角度 或有不同的影响 你要自己本来无一物 你自己要去惹尘埃 那就没话说了 你自己要逗入夜眼里面去 那是你自找的 你自己知道 你赶快收心 都市六根今天相聚 这个时候 你安住现前一天心性 清静心不体验 这个时候 你有内在心性功德的加持 夜眼对你的伤害 本身就降到最低 你要提起佛号 你生死夜眼降到最低 弥陀本业 对你的感应又有强大的作用 那就感应到焦了 或者我们这样讲 我们不要讲这么高 说马上安住心性 我们讲实际一点好了 我们凡夫的临终正念 大部分都是第二念的正念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先打妄想 然后再想到心性 我们一般来说不是先知献解 都是后知后解 但是好过不知不解 那后知后解就是说 我们合理的推论 我们临终的时候 先落入妄想 先落入夜眼 那么这个人临终的时候 他学过一心三观的 他能够随时警觉的话 就是说 谁能够从妄想里面走出来 就是关键 就是 你必须培养一个走出妄想的机制 就是说 合理的推论 我们可能临终的时候 不是马上进入正念状态 我们合理的推论 我们应该第一念 临终第一天是多多妄想 但是你平常有修过这种善根的人 你就会提醒自己 这个妄想 是生死的夜眼 我要向内收 我要放弃它 我不能跟它走 那么你内心内观真如的时候 这个时候 妄想就消失了 也就是说 一心三观 它能够成功的让你在多多妄想的时候 很快地走出来 重点在这里 因为临终的时候 生死关头 生死夜历 跟弥陀的本愿 这个地方 愿力跟业力再拉扯的时候 你的心态很重要 到底你是启动的生死夜历 还是你能够进入弥陀本愿 关键就在一念之间 那么这个时候 一般人都会先多度颠倒妄想 但是谁能够提起第二念的正念 产生反击 走出妄想 这是关键 所以你平常就要训练你自己 你平常多度妄想的时候 你要提醒 我开始多度攀岩 我开始安住 我的心心 本来清静 本来祭祖 这个妄想跟我没关系的 它不是我原来的东西 那是我生死轮回沾染的习气 我应该安住我生命的本来东西 我的本来东西是清静严不敌严 你一念它 它就出现了 所以 怎么样能够培养一个反至调伏妄想的临终的第二念 就关键了 就在这里了 培养第二念的正念 那么这个时候 一心三观就扮演重要角色了 谁能够从妄想当中内观真如 因为为什么说 那为什么说你走出妄想以后 你还可以走出来呢 因为真人破妄 因为你走出妄想是虚妄的 诸位 你看过黑暗消灭光明吗 没有 对不对 一个人为什么黑暗 因为没有光明嘛 你会跟妄想在一起啊 是因为你没有内观真如 只要光明出现 黑暗自然消失掉 你试试看 你一旦内观妄想就消失掉了 妄想只会在你起颠倒的时候才骗得了你 否则没办法 他为什么控制你 因为你自己错乱了 一个觉悟的人根本不可能跟妄想走的 因为他是虚妄的 所以在佛法的角度 觉悟永远不嫌太迟 不怕练习啊 只怕觉慈 因为光明永远不会太迟 但是你千万不要临终的时候 一直糊涂下去那就惨了 所以为什么诸位要栽培善根 就是 当妄想黑暗笼罩你的时候 你要赶快觉悟 而这个觉悟的力量来自于平常的栽培 你要产生一种 走出妄想的机制 要有这种力量出来 妄想并不可怕 但是你的觉性没有启动 那妄想就变得很可怕了 当你心中没有光明的时候 那你就不要怪黑暗欺负你了 就这样子 其实黑暗不是光明的对手 但是关键是你得把光明献出来 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熟悉这个道路 就是回家的道路 你随时启动心性永远不嫌太晚 但是最可怕的是 你如果永远不启动它 那就惨了 我再讲一次 启动心性永远不嫌太晚 但是这条路你要熟悉啊 好 我们研讨先签到这里 下下文长 父再来回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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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